將依序中華民國憲政體制 肩負起帶領國家 勇往前進的重責大任 掌舵臺灣 五二零總統賴清德 郡氏就任 自此講稿 在國家內政多有著墨 畢竟上週五立法院才剛上演 表決肉搏陣 賴清德率先喊話 行政立法協調合作 立法院的議事運作 應該遵守程序正義 任何一個政黨 都應該反併吞互主權 不可畏的政權犧牲國家主權 要安內叛朝野共同讓內政穩定 對外面對中國文攻武嚇 面對主權問題 賴清德表態立場 新政府將秉持四個堅持 不卑不亢 維持現狀 我也要呼籲中國 停止對臺灣文攻武嚇 我希望中國正是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尊重臺灣人民的選擇 拿出誠意 和臺灣民選合法的政府 在對等尊嚴的原則下 以對話取代對抗 交流取代圍堵 進行合作 強調維持現狀 對中釋出善意 判雙方共同維護臺海和平 但同時也強調強化國防重要性 在中國尚未放棄武力犯台之下 即使全盤接受中國的主張 放棄主權 中國並吞臺灣的企圖 並不會消失 跟全球民主國家肩並肩 形成和平共同體 來發揮威責利益 講稿中賴靜德提到中華民國 臺灣三次 臺灣八十二次 中華民國九次 比二零一六年 蔡總統上任 講稿中提到的次數都還要多 用字潛詞 凸顯臺灣主權重要性 不只對外 也要凝聚內部共識 當我們主張中華民國 臺灣的未來 有兩千三百萬人民共同決定 我們決定的未來 不只是我們國家的未來 也是全世界的未來 西里斯文 郭斯文 郭文貴 郭文貴 台北報導